创造金钱 作者 撒纳亚罗曼 欧灵 翻译 郑浩阳 第十章 信任 信任就是打开你的心胸 相信你自己和宇宙万物 大家都知道宇宙是可爱、友善 并资助人类更多的利益 信任是了解你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 相信你有能力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宇宙是安全、丰富及友善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金钱的疑虑 怀疑他们有的钱够不够 会不会剩下 或有没有能力达到他们的目标 甚至是以获得庞大财富的人也有相同的疑虑 欲知道财源是否会继续广进 或者他们的财产是否会有胜 可别因为担心钱搞得自己心情不佳 改变你担忧的习惯 不然不管你有多少钱 还是会不断地烦恼钱的问题 许多人想到钱 主要是当他们察觉到所有的金钱数量产生问题时 怀疑担心钱的问题与你拥有的金钱数额无关 你担心钱所花的时间与你能赚的数量亦不相干 如果你能改变仅在你感到自信与冷静时 再来思考钱的问题 就可增加你的磁力 吸引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正在为钱忧虑 思考钱的问题 倒不如努力于提升你对幸福的辨识力 与其问今天我需要多少钱 何不自问今天我要如何创造财富 当你专注于开创财富 而不仅是需要金钱时 这当中你基于宇宙的能量就有巨大的不同 前据是被钱吸引 后据则否 如果你已采取任何看似适切的行动 当你仍专注于内心对于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转移注意力到其他事物 试问 我现在该怎么做才能提升我对幸福的辨识力 采取那些能建立好心情的行动 它们将鼓舞你的精神 改变你的心智状态 使你更积极地思考你的财务问题 当你觉得较好时 你就更能聆听你内心的指示 想出创新的点子 我期待只有美梦成真 而它真的发生了 信赖可用许多方式表现出来 期待美梦成真 相信你有能力创造出想要的东西 即了解你值得拥有它 这是由相信某事表达出来的 即使是外界似乎又反映出其他事情 这是以谈论你的充足潜力所展现出来的 即使你还未在身上看见它 光是坐着相信是不够的 聆听你的内心指示 并采取行动来表示信任 由于你是居住在一个形式与实体的世界 行动是让你心想事成的自然环节 即由付诸实践你的主意 得到的回馈 查看结果 可以培养信赖感 每当你愿意接受冒险 就增加你信任自己的能力 信任和希望有一点不同 信任是相信且知道你想要的事物将会到来 希望是渴望某物 但并不真正相信拥有它 表现出你有钱做任何想要的事 多少次你是因为考虑到没钱而打消去做某事的念头 一旦等你达到目标才发现你原先就负担得起 如果你有想要什么就出去外面看看 心里想清楚便展开行动 你经常会发现要得到你要的东西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 也许你的朋友会给你一个二手货 或者你将意外获得 采取某些行动 向宇宙表示你有心追求想要的东西 这么做也许并不能直接把东西或钱带来给你 但是你的努力将暗示宇宙开始把你想要的东西带来 假设你想要一个新房子 但你不认为你有足够的金钱 与其放弃不如着手进行 当作一副潜意准备好的样子 从想象你理想中的房子或公寓开始去参观房子 就当作你有了一笔钱 一遍又一遍地描绘出你完美的家 即使你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钱 然而你想要新房子的意念将创造任何可能的改变 由于你表达出目的 你和特定的人事物就连接在一起 机会便因此而来 如果你根本不清楚你的目的 采取行动付诸实现 什么也都不会有 一名在三藩市找公寓的女人就是这么做的 她听说即使是一间工作室 一个月租金不可能低于500美元 她一个月只付得起250美元 且想找一个住处有单人卧房 走路可到她市中心的办公室 还要有一小块地面或户外入口给她的猫 大部分的地方甚至不会接受宠物 她不在乎朋友的摇手否决 因为只有两个星期可以找住处 所以她开始在脑中清楚地描绘出 她所想要的样子 她不断地告诉自己会很容易 开始想象公寓的样子 并把它吸引到她的身边 一天 她觉得很想出去散步 遇到一个女人坐在一栋小屋子的前面台阶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觉得自己像是被吸引来 向这个女人说她正在找一个住处 结果既然这个女人就是房东 拥有这栋房子当中的一层公寓 就与她所描述的完全相符 这房东并不需要靠出租这层公寓来赚钱 且由于不喜欢前一个房客 所以决定除非有适当的人进来 否则就不再租人 这房子已经空了两年了 他们处得不错 这个女人同意让她搬进来 甚至不收她第一和最后一个月的房租 她可以养她的猫 月租正好是250美元 从住处可以走路到她的办公室 信任是心智界和物智界当中的连接桥梁 它帮助接续想法产生至实践所流逝的时间 要知道你的梦想在心智方面已经成真 它们只是在等待最佳时机出现在你物质世界中 相信你高等的自我能在适当时机给你带来适合的东西 我相信我不断增益的能力能创造富裕 你知道当你走对了路 门会打开 有人会出现 巧合会发生 当你不在应走的路上 或是正在追求你更高远的目标 这似乎就像是走在浇水上 无法成就任何事情 当你依循你的路径 涌现出你的活力 生活通常就能过得简单舒适 这并不表示你将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你的挑战会告诉你 障碍是要你重新检查你的道路 也许得另寻他路 或者他们的存在是要帮助你培养坚毅与耐性的特质 没有简单的答案 要知道何时该向前冲 何时该寻找他条路径 都得靠经验和自觉 有一种办法能看出到底障碍只是你成长中的一部分 还是要告诉你另择其路 这就要看你想成就的是什么 如果历经一个困难能使你的目标更令人欣喜 或是让你觉得快乐 而且你知道这么做能使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应该可以去经历它 有些人觉得障碍具有挑战性 因为他们真的想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 克服他们能增加他们的成就感 如果你不断专注于你想要的东西 当它适时出现时采取行动 可能障碍才开始产生就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 如果克服困难看似一场大苦头 也许这是告诉你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达到你的目标 那些你看似阻碍的环境 往往能引导你另一个方向 进入一条更好的可行之路 障碍的出现可能就是要保护你 避免你过早着手行动 或者提醒你注意你可能错过的事物 并给你机会在进行下一个动作前 理清所有需要处理的问题 有一个女人想找一个新公寓 因为住在她楼上的女人非常吵杂 她花了三个星期寻找都没有结果 她一直很确定她的房子现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不断冲破所有障碍 不管他们似乎表示采取其他的行动比较合适 在她开始寻找后几个星期 她楼上的邻居竟意外地搬走 且搬进来一个很安静的人 她其实根本不需要搬家 她了解到所有找新公寓的努力尝试都受到阻碍 想克服困难的决心只是使她不断地痛苦挣扎 她同时也了解她喜爱她现在的房子 要不是为了噪音 她根本就不想搬 我接受成功和富裕进入我的生活 当你追求某些东西是远远超越你现所有的 例如成就的剧增 这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来 好让你能做好掌握的准备 把你自己想成是在特定的频率上振动 你现在的金钱则和谐地跟随那股振动 如果没有适当的准备 就突然交给你一大笔金额 钱的振动就会与你的振动失去平衡 你听过有人赢了许多钱 却在短短几年内花光 结果又回复到以前的经济状况 其他有些人赢了很多钱 并没有在生活上做很大的改变 是因为在多年前 他们就舒服自在地掌握大笔金钱 所以已准备好做较大的改变 准备拥有越来越多的钱是重要的 那么当你有更多时 它才能与你其他的生活保持平衡 在你获得更多财富之前 你可以靠带着精力 并在心智上调整你的活力 来加速这个过程 直到对大笔的金钱感到愉快满意 也许有些时候 外在看似没有啥变化 但是你的内心却要经历许多改变 以准备所追求的东西 你等钱到来的同时 要不断相信你有能力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了解每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是要你准备拥有它 它帮助你改变你的振动 当富裕到来时 你才能配合它的振动 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在理想的时候 以完美的方式到来 新事物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到来 而你们许多人都太快放弃 目标越大 脚步就要越长 所需的时间可能要更久 才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 这是因为从你的现状到你想变成的样子 这当中有一定的步骤必须进行 和事件必须发生 你可以使用精力 努力加速这个过程 同前一班词画练习中第六步骤所述 当你在等待某事时 确定你的信赖 培养你的勇气 学着如何采取接受指引的步骤及行动 事情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出现也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当你准备好要接受它们的时候 如果来得太早 可能让它尽可能开花结果的时机未到 如果太晚才来 使它全面发展所需的一些机会 也会错失 就像是一颗种子决定在冬天当中生长 这对那颗植物来说太早 小树木可能会因为不够强壮 而无法侥幸生存下去 如果让种子等到夏末才生长 可能在秋冬之前的时间又不够让它完全生长 选择合宜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而你的高等自我将让每件事都能在理想的时间发生 如果你回头看一个过去你想要却没得到的东西 你可能会了解是因为当时有什么没有帮助你 一些你想要的事物 如果是在不适当的时间或是以错误的方法开创出来 可能会妨碍了你 之后你要摆脱它们 而放掉它们所花的时间和精力 会使你从你的道路转向 培养信心是重要的 把你的目标记在脑子 与其期盼立即的结果 不如稳定的努力朝向它 当内心的指示在带领你时 你不一定都会领悟到 你觉得被指引而采取的某些行动 并不会把你带入期望的结果 相信你内心的讯息 正带领你达到目的 即使你目前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 相信如果是为了你要更多的好处 你将能得到你所追求的事物 而且每件事物的发生都是为了帮助它的到来 评估你努力而产生的结果 并不是用瞬间到来的金钱衡量 而是看你有多么喜爱你正在做的事 以及你的活动贡献于你生命的价值 由于你继续遵循你内心的指示 且做的事情都对你有意义 你将能开创你的梦想 在你开创更多富裕的旅途上 所经历之每个事件的发生 是为了帮助你培养招引钱和拥有钱的必须特质 记得有时候当你信任时 你却陷入比现在还糟的困难 也许你的确真的不知道你会如何遇到你的大超 而你还没有相信就通过了一切 如果你一直相信钱会来 但他都还没有来 要相信正发生的事情是为了你更大的好处 即使你不懂为什么现在会是这样 一无所有能把你推入新的成长领域 你可能获得你要求之事物的过程中 或者你已经得到它的本质 你吸引来的每件事情不但教你一些事情 也对你的活力和成长有所帮助 你要获得这些实现并不总是需要靠物质的结果 光是幻想拥有 你也可以学到起事 不一定就需要在物质世界中发明它 如果你尚未得到你一直在吸引的东西 再查看一遍你要东西的本质 看看你是否已用别的方式得到它 回顾复试你想开创它的真正目的 并检查那个目的是否已以其他别种方式实现了 如果你想要或需要什么 它真正能达到你更高远的目标 那么它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勿用不正当的方法 想想看是你试得不够努力 还是你的能力与一些与生俱来的缺点显露出来 换一种方式理解 其实这是一个可爱的世界 你唯一要求却得不到的东西 并无法满足你更多的好处 或者它们早已成形 只是时机未到 我放弃更多的利益 开发裁员的最后手段 就是放弃更多的利益 这时该是让它以自己的方式 在它适当的时间发生 信任即是知道你内在有一股更大的力量 能帮助你以正确的方式 在合一的时机得到你追求的东西 放弃意味不担心害怕的过程 而是对结果负责 并期望只有美梦成真 超然的态度意识重要 超然是一种心智上的舍弃 就如同放弃是情感上的舍得 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 你就活不了 那么你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能否拥有它 事实上你会因渴望的物质而感到不悦 当你想要的东西和需要与否无关时 你才能更加容易地创造它 之前有说过 你越是需要的东西越是不容易得到 并非是叫你不想要 完全放掉你要求的东西 就算你现在不懂为什么 也要相信不管是得到什么都能满足你 并为你最大的好处着想 宇宙一直以完美的方法在运作 你能够和宇宙的完美保持联系 学着相信它正在爱你 并教导你成长与发展所需的东西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 每种状况都是要训练你 必须变得更茁壮 所有发生的事情 是用一些方法帮助你获得最大的潜力 唤起你内在的力量 赢得新层次的胜利 你可以学着辨识每种状况 要教你的是什么 由于你知道你学的是什么 就能更快地以愉悦 而不是痛苦的心情 通过任何状况 这真是一个可爱 慷慨 富足 细心的宇宙 你一定能获得最好的 练习题 1 在三分钟以内 尽可能列出你曾想要 或幻想得到的东西 2 在你列出的项目当中 回想你相信能得到他们的程度有多少 描述这种信任的感受 当你期待这些事情来临的感觉又是如何 或者你有做什么来肯定他们将会实现的信心 3 尽可能列出你现在想要的事物 你相信你能开创出哪些 4 从你列的选出一项事物 你会采取什么行动 表示你相信你会得到它 你信心的领暂 说明不说岳 我先说不想要是什么 我先想要大阳 沈梁 所以今 jedem 好 好 再来 我先做了 没想到 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